你今天升級了嗎 現在正式時候 各位姐妹平安 我想很多人在疫情當中 經歷到的是 所有的東西都停擺停滯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 結束之後 好像日子會變怎麼樣 我們也好像活在一個未知當中 今天在正式時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在Nashville Tennessee的 一個牧師朋友 他做了一個prophetic 一個先知性的夢 我相信這個夢 會對我們許多的弟兄姐妹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待會我要邀請 雅雯來分享這個夢 那在這個夢裡面呢 牧師他就開車出門 然後就往前開開開 然後突然開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全部的車都塞住了 走都走不動 然後他就開始感覺到 這個地方一片混亂 然後呢 很多很多的車子不能動之外 還有很多救護車 警察車 消防車 一團亂 他心裡就想說 我怎麼這麼倒楣 我怎麼會卡在這裡 我真的很想要趕快離開這一場混亂 這時候呢 他就在想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又在想說 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想 這時候就有一個神的聲音 從他旁邊說 請你右轉 然後他就往旁邊一看 他的右邊有一條路是 可以開進一個洗車場 所以他就開進去 然後進到這個洗車場的時候發現 哇這個洗車場很豪華 然後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開始洗車 一邊他也聽得到 聽得到剛剛那個車禍 或者是災難現場的喧囂聲 他一邊在洗車 一邊在觀察這個地方 他覺得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像這樣子的 結果一邊呢 他的車子就被洗洗洗洗洗 然後就洗掉了很多很多的泥沙 然後他嚇了一跳 因為他沒有想到他的車這麼髒 除了洗車之外 更令人驚訝的是 開始有很多工作人員進來幫他做 很多很多車子的保養工程 包括全新的輪胎 包括把車子換了零件 很多要調整平衡什麼 反正總之呢 他提供了他意想不到的服務 然後這時候 神的聲音又說 好 現在呢 你可以離開這個地方從這條路 他就發現那條路可以完全避開剛剛的那些問題 所以當他在往前開的時候 他很驚訝的發現 這台車根本不是只是被維修而已 這台車整個被改造了 因為當他開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這是一台全新的車 跟原來的那台車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他這樣子 一邊驚嘆的往前開的時候 神又突然跟他說 You have to win the race 他就問神說 What race 是什麼樣的比賽呢 神就回答他 Human race 其實Human race在這邊是一個雙關語 因為Race這個字除了是賽事之外 它也是全人類全種族 Human race就是說 你要贏得全世界 你要贏得全人類 不是只是一場賽事而已 中姐妹在這個夢的裡面 我們看見到 其實在我們沒有預警當中 其實我們進入到一個季節式 好像在一個未知 然後很多吵雜 好多所有東西都停擺 可是其實神卻有一個特別的新意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見有一個reset 有一個重新開始 甚至是一個更新症發生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包括我們個人 包括我們的工作 也包括我們的服事 包括我們的教會 其實神在做一個完全更新的工作 當這個疫情結束之後 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要進入到的是一個 完全新的一個世代 完全神的新的作為 你一定要期待一件事 你已經被upgrade了 可能你說我很掙扎 我在困惑的裡面 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要知道神upgrade的時候 在你的生命的裡面 接下來是要贏得這場賽事 這場賽事是什麼樣的一個賽事 就是要贏得全人類 我相信一個極大的收割 要臨到我們中間 我也相信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轉化 會發生在這世界的裡面 弟兄姐妹 帶著一個期待的眼光 帶著盼望 進入到你的一個升級的裡面 親愛的天父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在疫情當中 主我們心是彷徨 但是我們卻知道神的掌權 附身在這樣一個疫情的裡面 很多東西都停擺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再次回到 以你單純的關係的裡面 我們的生命再次得到結晶 有很多的沾染跟污秽 被沖洗完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的生命 進入到一個upgrade的裡面 主因為我們相信 主你要成就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豐收 就在我們前面 因此主我向你來祷告 讓弟兄姐妹帶著盼望的眼光 進入到這樣一個新的季節的裡面 主你在全地都在做一個更新的工作 因此主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祷告奉靠絕出的聖命 Amen 你今天升級了嗎 現在正是時候 We can do this MUZIEK